我脑海当中就浮现一个画面,第一巴掌打下去,我就说,啊,叫你白天打着我睡觉啊,第二巴掌打下去啊,呵呵呵,叫你这个这个,我跟龙哲罗拉交流的时候开我房门啊,然后第三巴呢,哎,姐你怎么不打了啊,所以她就打了两巴子啊,我就很不爽啊,于是把菜刀拿出来啊,我姐差点拿那个菜刀来砍我啊,所以这个,搞得我也是这个,很惆怅啊,不过说实话啊,有些人一定会说啊, 她说小子,你太没人性了啊,连你外上这么可爱,你都欺负她啊,这,如果你觉得我外上可爱的话,那就相当于你觉得我是一个单纯的人一样啊,非常的不靠谱,这我外上是很邪恶的啊,我就不多说了,这个有时间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啊,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啊,我准备弄死这个努努啊,这努努,这被我拿西瓜刀给砍死了啊,也非常的凶残啊,但这个,有的时候, 我说实话啊,这咋我姐呢,有了我外上之后啊,我就感觉什么呢,我感觉就是说严世间啊,真的存在着烟果报应,你知道吗,这因为什么呢,我外上,他很喜欢来我家,你知道吗,但是又又又经常无缘无故的被我欺负啊,我外上有时候也就很痛苦啊,在那嫌后,我就怎么种欺负呢啊,每次我欺负完他之后呢, 我都会这个点一个烟告他,我说外上,你要记住啊,一切有烟就有果啊,我说那种什么烟得什么果啊,我说你知道小时候你妈是怎么打你救的吗啊,拿我的脑袋往暖气罩上磕,你知道吗,给暖气罩磕坏了,还这个威胁我说啊,你又敢告诉我妈,我敢告诉妈和爸啊,说是我打你撞坏的啊, 我弄死你啊,结果呢,这个暖气罩磕坏了啊,回头是我父母一回家,我还要跟我父母说啊,妈,爸,是我自己啊,这闲着没事啊,给这个暖气罩给磕坏的,这个跟我姐妹有关系啊,然后又挨我父母一顿毒打啊,所以每天想到这儿的时候啊,我又对我这个外上呢,产生了这个撒路的欲望啊,好吧,咱们这个就不足提了啊,然后刚刚大家可以看到啊,我这个 又弄死了对面的卡特啊,但是呢,这里值得一说什么呢,其实原本我的这个剧本是怎么写呢,小智导演的剧本是这样的啊,就我呢,冲进这个对面的塔,然后一个点,一个突破杀死他之后,我在这用自己的W啊,摇一摇啊,把血加上之后呢,这大家就一看,哇,小智真神勇啊,真神勇,然后呢,就很多人就开始这个玩上AP见胜了啊,但刚刚比较尴尬啊,由于我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蓝量不够,所以呢,当我冲进这个对面塔, 这个TURES对面的这个卡特的时候呢,当我回身的时候,我发现我已经没有W的这个能量了啊,没有查克拉了,所以就比较尴尬啊,比较尴尬,嗯,不过这个刚刚也是一不小心就跟他讲起了我苦难的童年啊,每次讲到我童年的时候,我就很感伤啊,真的这个,尤其小的时候,我和我姐嘛,年龄差距比较大,我姐就比我大了, 八岁啊,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啊,一个十岁的孩子在那里打一个两岁的孩子什么概念啊,所以这个用一个网络明星说过的一句话啊,说回顾起这个,我和我姐的这个过去啊,就是,简直来就是,就是一出这个人间悲剧啊,这一路的刀光剑影,当然这刀光剑影全都是打在我身上的啊, 这天天的打我啊,这弄的我也是这个,很寒心啊,很寒心,不过还好啊,现在我姐终于有了这个我外甥啊,有了我外甥之后的话呢,这我每天活得很快乐啊,就等着盼着说啊,外甥你怎么还不来呢,没什么还给打电话,我外甥老舅给你买吃的了,还给你买玩具了啊, 我外甥比较没金没费啊,他就真信了啊,一来我家给他拿一包薯片啊,这还是我吃剩下的,然后就开始这个,对啊啊,咱们咱们这个就不多提了啊,其实我言生呢,有几大爱好,一个是欺负小朋友啊,一个呢是欺负小动物,都都很快乐啊,真说啊,真说啊,真说,每次欺负啊,我外甥之后呢,我就告诉他,哎呀,老舅可跳了,可养了啊,你能讨怎么样啊, 对吧,哎,蓝buff呢,啊,一看我们这个打野呢,没有这个野区的控制能力啊,被对面这个又去了野区偷了蓝buff,也偷蓝buff的贼啊,一会我弄死你,不过呢,我觉得大家听完我的这个童年的故事啊,也多少间接的能够了解一点啊,就是小智呢,为什么啊,从网络这个解说圈里面能混个五六年啊,而且呢,这么多, 在那里骂他,他还能够坚持下去啊,这有原因呢,就原我小时候呢,就经常挨我姐欺负啊,就演成了我这种刚毅的性格,你可以想象一下啊,你骂我两句有比我姐打我惨吗,啊,显然没有嘛,哈哈,那好啊,这现在大家可以看到,这方人呢,在这里打这个小龙啊,打小龙,那我身为老龙啊,准备搞死他,漂亮,一个突然还抢到龙啊,那好,这个,现在他给我套上虚过酒,我这摇一摇,那这个,哎呦,又被打坐了,又被打坐了,我现在跑, 这弄弩开起来大招啊,如果这个带给我一秒的时间啊,我就可以把他们两个全弄死啊,但是可惜了啊,可惜了,这个错过一次,这个精彩击杀啊,又又逃跑了啊,又逃跑了啊,那好吧,这个就不要管他了啊,不过呢,还讲一下这个剑胜的出砖啊,剑胜的出砖,这剑胜的话呢,我个人觉得,等等啊,先看一下啊,这一雷和琴女这个精彩表演啊,这琴女神大啊, 两个人就站在那里啊,他一动没动,他一个大招全撇空了啊,这一看是有预判的啊,有预判的,太凶猛了啊,太凶猛了啊,那好吧,这个一雷换掉对面的ADC啊,弄弄弄死我们的这个一雷,结果这琴女神用了啊,这个琴女呢,是一个女孩子啊,这非常的凶猛, 这每次玩上这个游戏,我只一遇到女孩子,我就很紧张,女孩子打游戏两个特点